這邊是台中殯儀館 不過它的公車站是北區運動圈子 然後這是它的公車站牌 為什麼會來叫這個呢? 其實像我們就國外也會逛牧原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來台中 想看一下是可以 當然我會停下來是因為它出了新的罐頭塔 不對這不是罐頭塔 這是店 就是我不知道是殯儀館自己弄的 還是有人或是他家很有錢弄的 就是你看它這邊有燈 平安 然後米 平安米 平鎮區農會圓滿這個我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只是還蠻有特色的啦 我不可以這麼說 那台中殯儀館是國立殯儀館 如果說你人或是要火化都是來這邊 後來我好像去看 嗯那個 如果你沒有冰 就是沒有冰冰櫃還是什麼東西啊 運送遺體跟火化的錢 比寵物火化還貧 寵物火化還要一千五 那有的好像 你如果是市民的話是免費還是什麼的 你自己上網查 所以其實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有的 有的那個 要花這麼多錢 就是 對啊 你看像這個 台灣的很多 都會花好幾十萬 所以它這個應該是 賓儀館自己弄的吧 那 像如果說你是等一下帶你 帶大家進去看 有一個 你看像這種就是很貴的 它的電影會想要 如果用的很大這種就很貴 然後那個蘭花也很貴 其實我覺得還蠻 我覺得台灣的花葉還有點悲 就是你的蘭花居然都只能用在這種地方 而不是平常 就會寫讓人家欣賞 或人欣賞的花 因為畢竟就像你花幾十萬在這個地方 如果你真的確定你花不行 不如把那錢拿出去玩 我是跟你說真的 然後 它裡面有一個 那個就是 你不用租很大的場地 現在好像也沒有一個租了 它有那個一小貴一小貴的 就是你只要拜個幾次 然後人就是排那個火化時間 就可以火化這樣 對啊 這個都是花 這是用菊花嘛 你看台灣的花都花在這個地方了 菊花 藍花 我裡面去看公園的花 對啊 這邊啊 就是 一般如果說 然後他們會有 道教佛教 這叫 生命禮儀管理處 這叫 就是如果你 家人有過世 其實 重檢這種就可以 你不要以為要花很多錢 就是 生錢好 弄就好 這種拜拜就是 敬意而已啊 就是 在這邊拜拜 好像一天才一百五十塊 是多少錢 然後你拜個幾天 你就可以 把你的家人的遺體火化 這樣子 我真的覺得這種東西重檢就好 當然如果說你家真的有什麼特殊 再來就是 不然不要造成 後輩的負擔 而且不要造成他 老一輩的負擔 他的錢 講白一點 他的錢 寧願在他活的時候 給他花 不是來弄這些 除非你們感情真的很差 然後很差 又要假裝很孝順 東方人就是心機很重 你知道嗎 就其實感情差到不行 然後 這種就是要火化的那個 地方 就是感情差到不行 然後你還要假裝 嗯 做給活人看的嘛 例如說我們看哲環傳 對 然後你就會有一個 昂貴的這種 他不是真的說 但也是有真的 你真的很難過很難過的人 可是很難過跟你一樣 花很多錢 是兩回事的 對 然後會有送金 這都是東方的 真的 那那個金我有聽過 內容都有點 其實都有漏洞 因為他都幾百年前 以前的人 主要是 他其實就是要讓你 不要對你的生活產生不滿 所以他會講一些漁民的話 然後這邊有介紹各種 和魯燒粉 什麼的儀式 我覺得這種 你想遵守就遵守 不想遵守 也沒有什麼 這是真的 那大家 如果要來看一下可以來 我不覺得這有什麼不能來看的 那現在好像外面 因為台灣就是上有對策 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本來好像是說他有一些地方 現在已經不能租了 那不能租了以後 現在就會變成有人在他們離中心 會直接在 在 因為現在都變這種小的了嗎 他們有離中心 會直接在外面 在自己家 搭棚子 這種是招魂期 這叫招魂期 如果我沒記錯 就是 灰灰灰 然後 淫婚 那也是 不要說 迷不迷信 就是他們覺得 有用這樣 那 因為現在都已經是變成這種 我覺得這樣比較好 就是簡單就好 可是有的人還是要 大張旗鼓 他就會 就只能在外面租 之前這邊都有很大的 因為租那個很貴 從大間 反正這個就變成 他現在變成隔間 反正都是一間一間 就是給一個人 一個人用的 這樣子 那就給大家看一下 這就是台中的禮儀中心 還有 兩分鐘 我們就慢慢走出去 嗯 有交到就有交到 沒有就算 所以他現在 改成這樣 大家如果家裡跟著有什麼事情 我覺得生前的事情先弄好 比較重要 身後就簡單處理 這沒有像我帶我們家美美去粉化 那麼簡單 但是 也沒有到那麼 因為人畢竟比較大尊嘛 所以但是就是 生前弄好 身後的是 如果你要多花一點油 那個經濟能力就花 沒有就是從檢讓 因為 屍體這邊亂給我 所以他一定會讓你小 你不用擔心 不會 不會讓你付多少錢 對 那這邊有流程 對 有流程 對 初音腳龜肺 我還不收取任何肺 對 我就說蘭花 我說台灣的蘭花 都只放在這種地方 實在是 他就種一些 可以長火 漂亮的話 不是很好 火人大家看一看 心情不是好狠 那這邊應該就是在粉化的地方 我猜 對 我只是猜 我不確定 欸不對 我之前粉化是去另外一個地方 好 那照完